阅滨宝河岛的正在工作仍在持续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余震不断 很多的灾民地震过后 他们的房子虽然没有全倒 但现在也不敢回家住了 于是他们会搭个简陋的帐篷 露天就住了下来 当地拥有百年历史的教堂也倒了 居民的信仰中心成了一堆破瓦残遥 职工送上了毛毯和慰问金 希望慰问这些惊慌失措的心灵 有一百八十年历史的教堂 经不住大地余震 全程瓦礼一堆 罗恩镇居民依旧紧连在旁 搭设帐篷 寻找最后的依靠 无奈大地佑震 强振后余震不断 没有人敢回家 抢救出来的神像柯南的安置在大树下 期待靠着信仰力量 能够稳固不安的心灵 此季志工带着正言上人的慰问信 前来发放物资 特地翻译成当地方言 没有宗教隔阂 出动受难者的心 灾后他们住不好睡不好 罗恩镇是这次伤亡人数最多的地区 在南方中央小学 操场也成了临时的家 走到爱德菲塔的棋身之处 一家人所有家当都挤在 食品不到的空间里 姐姐穆尔西亚悲宠中来 尽管从家中带出来的圣母玛利亚 已经有裂痕 特地用橡皮筋固定 每天必定点上蜡烛 为大家祈祷 不安稳的大地 难有安定的心 只供送上毛毯和慰问金 更要送上希望 抱着温暖的毛毯 知道自己并非一无所有 也有了力气 要等待重建家人的到来 大爱新闻 不利弥 黄毅杰 贝利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